臺灣民眾黨成立兩年半了 一直沒有機會跟國際社會去介紹我們自己 所以利用你這次機會 畢竟我們目前是第三大政黨 但我們有志氣要成為執政黨 當然在過程當中 除了在要跟國內的民眾溝通以外 其實漸漸的我們要為執政做準備 要跟這些外國駐台的使節要去溝通 所以不管在台北市政委或黨團這邊 我們都有做這一方面的努力 所以今天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把 臺灣民眾黨介紹給國際社會 其實這樣啦 政黨的工作是點點滴滴 是一個每日累積的過程 當然我們目標是要成為一個執政黨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 我倒覺得這是我們每天努力的過程 也不是說今天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還是真的要開始跟各國駐台灣的這些使節 要開始真的去溝通 當然這種政策也是逐漸形成的 當然我們有我們的基本理念 我們也很樂意聽聽各國的意見 在過程當中彼此 我剛才說很多東西都是溝通 在溝通當中慢慢形成更 英文叫concrete 更具體的一個政策 關於這種高房價 你知道 對於其他政黨 他們是說說也 可是對我們臺灣民眾黨 因為我們在臺北是有實證的經驗 其實覺得高房價 你知道 第一點 臺灣是不是房價真的太高 從另外的角度看 你知道 我說我們有比香港跟上海貴嗎 沒有嘛 所以是國民所得成長太慢 這是第一點 所以老實講 高房價也是相對 看有所得 如果我們今天GDP是4萬 相對來講這房價也許就不算高 第二點 解決高房價絕對不是單一因素 社會住宅要蓋 住金補貼要做 還有一個是稅制很多的改革 包括空房稅 囤房稅 多屋稅 這些都要一樣一樣去處理 還有一點 如果資金進入房地產市場 它的獲利率比投資一般產業高 那這些錢當然全部往水往地處流 所以坦白講 臺灣要解決高房價的問題 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我們從來沒有說設定好目標 然後很堅定的往這目標前進 我們每次講說蓋社會住宅 到底有沒有很認真確實的去蓋 因為蓋社會住宅不會一天完成 我非常清楚 這個從找地到什麼完成 六年 找土地 邊預算 居民 溝通 全部都可以進去住 六年 六年你看 我們一任四年 早就超過任期了 所以這也是我們臺灣最大問題 我們一直都沒有長期規劃 這是我們的缺點 但是這樣 我們可以做的我們先做 所以我們臺北市很認真蓋 至少在我任內 開工一萬兩千戶 再加上都庚分回 公辦都庚 錯一錯加起來可以到兩萬戶 但是就必須要以後的市長 按照這種步驟 持續的蓋下去 那還要對房價產生破壞 還要蓋到五萬戶才有辦法 國民黨今天才成立青年軍事 今年是委員隊 Too late OK 事實上臺灣民眾黨 我們看我們的黨員結構就很清楚 我們幾乎就是一個很 一個以年輕人為主力的政黨 所以幾乎整個黨都是年輕人 所以我們平常的思考邏輯 我們就不用再特別成立一個青年事務委員會 因為幾乎這個黨就是一個 以青年人為主力的政黨 至於說我們那個什麼布局 我們平常每天所作所為 就是都是在布局 布局臺灣 布局全世界